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入厕体验感很好 在我们成都这样的超大城市里面 我们的厕所的布局数量 是远远达不到国家的标准 在我们的城市的主次干道 市政绿化用地和小游园上 这些人口密集处布局这种移动智慧公厕 这次在疫情期间 我们又开发了新的功能 再把一些人脸识别 扫码入厕啊 自动测试体温这些无感化的措施 引入到我们的公厕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